这是警方捣毁假银行的真实录像 山东男子为了快速赚钱 直接投资4000块钱 开了一间假银行 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每天只需要躺在家里数钱 短短半年时间 非法获利300多万 就连警察去了都直言 这假银行开的比真银行还真 视频拍摄于2015年 当时为避免引起社会恐慌 便将这段真实录像进播了8年 直到前不久在网上曝光后 让所有国人看完惊掉下巴 只言林子大了 真是什么鸟都有 2015年6月 山东省林仪市的一个村庄内 突然盖起了一家建设银行 紧邻着一家蔬菜批发市场 从银行刚开始装修 就引起了全村人的关注 所有村民路过这家银行 都会好奇的向里面张望 并盘算着银行开业后 应该办些什么业务 因为这家银行紧邻着菜市场 这些做蔬菜生意的商户们 一般都喜欢用现金交易 资金流动非常大 之前所有商户想要存钱 最少也得跑到当地的县城去 而这一来一回 至少也得六七个小时 非常耽误生意 现在自己旁边就开了家银行 以后的生活肯定就方便多了 并且还是我国四大行之一的建设银行 画面中 这位男子名叫老刘 是村里出了名的蔬菜种植大户 在当地承报了大片土地 专门搞大棚蔬菜种植 手上每天都会有很多资金流动 直到自己村里要开建银行 别提有多激动了 他每天都会过来看看 从这家银行开始装修 再到弄柜台 进办公设备挂标志 一直到银行宣布装修完毕 开始正常营业 据附近村民回忆 7月24日这天 村里传出一阵霹里啪啦的鞭炮声 经过一番打听得知 原来是银行正式开业了 所有村民都纷纷跑过来凑热闹 门头上高高悬挂着 中国建设银行六个大字 在门口左侧 还定着一个银行的营业时间表 内设各种业务柜台 以及多部点钞设备等等 柜台玻璃上贴着一张百元假钞 提醒大家警方上当受骗 柜台里面坐着三四个 身着蓝色衬衣的美女工作人员 看到如此正规的设施配备 村民们纷纷跑到银行去办理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 这家银行的张行长 非常喜欢跟客户聊天闲扯 而这也正是他实施犯罪的关键一步 不要再听我们出去了 我们是查一下自己的钱 我查自己的钱怎么了 在这边等了三四天了 一毛钱不接 这是警方捣毁假银行的真实录像 山东男子为了快速赚钱 直接投资四千块钱 开了一间假银行 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每天只需要躺在家里数钱 短短半年时间 非法获利三百多万 就连警察去了都直言 这家银行开的比真银行还真 这家银行的行长姓张 四十多岁 一看就属于那种 成熟稳重的事业性男子 并且平时特别喜欢跟客户聊天 没事就拽着他们拉家常 或者直接到村民的家里串门 说话非常和气 一点关架子都没有 也正因如此村民对他非常的信任 只要手上有不用的钱 就会直接交给他存到银行去 就在这一天张行长像往常一样 没事在大街上溜达 走到老刘的菜棚后 便进去找他闲聊了两句 看私下无人 便表明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 告诉他自己这次来是想要让老刘帮他个忙 张行长声称上面给他派了一个一个星期内存款要达到一百万的任务 可银行刚开始营业 还差四万块钱才能达标 老刘心想反正钱放在自己手里也不安全 还不如存到银行去 本来建行就是国家正规银行 这钱存进去肯定丢不了 同时还能让张行长欠自己一个人情 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甚至还表示自己愿意存五万块钱进去 可张行长却坚持只让他存四万 因为银行只差四万就能够完成任务了 这件事情让老刘感受非常大 心里暗下决心 这个朋友他交定了 以后无论什么事 只要他能办到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帮他 收下老刘的四万块钱后 张某给他留了一张定期存款的条子 让其保管好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一个星期后 老刘因为资金周转不开 急需几万块钱购买蔬菜种子 便想要去银行把那四万块钱取出来 可跑到银行柜台 小姐竟然告诉他 张行长今天很忙 去县城办事去了 估计要过两天才能回来 老刘就想着 直接在柜台把钱取了算了 可柜台小姐又说 今天银行机器出了点问题 系统还没有修复 暂时不能提供取款服务 不要再去我们出去了 我们是查一下自己的钱 我查自己的钱怎么了 在这边等了三四天了 一毛钱不接 这是警方捣毁假银行的真实录像 山东男子为了快速赚钱 直接投资4000块钱 开了一间假银行 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每天只需要躺在家里数钱 短短半年时间 非法获利三百多万 就连警察去了都直言 这假银行开的比真银行还真 起初银行刚开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直到蔬菜种植大户老刘 急需4万块钱购买蔬菜种子 跑到银行取钱时 银行柜台的工作人员 竟告诉老刘系统出现了故障 暂时不能提供取款服务 让他等个一两天再来 时隔三天 老刘再次跑到该银行取钱 可这次柜台人员竟告诉他 这个银行的钱刚刚全部都转到总行去了 叫他再等等 就这样老刘一连等了快一个星期 每次柜台小姐都是左推右推 找各种理由 就是不让老刘取钱 本来老刘是看在跟张行长的面子上 才把4万块钱存在银行 但自己的蔬菜大棚 现在迫切需要这笔钱进行资金周转 也顾不上什么人情事故了 便直接跑到县城去取钱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拿着存折跑到县城银行 取出来的并不是一张张红色钞票 而是一个让他震惊不已的坏消息 建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老刘 你这个存折是假的 没法给你取款 老刘一听直接懵了 心顿时掉进了冰窟窿 于是便与工作人员争辩起来 可工作人员却告诉他 你这个存折是假的 你说的地方也没有我们建行的分支 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的老刘 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当民警感到发现 眼前这个银行 无论从装修风格还是内部设施 简直比真的还要真 可真的永远都假不了 假的也永远不可能变成真的 很快便将这间假银行的张行长 代步归案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有可能你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各位看官对此有何高见 还请一部评论区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